美国套在赖清德身上的这个绳索,有时候松一些,有时候紧一些,完全是美国觉得我自身利益要哪样就要怎样 这是美国人自己的想法,他似乎忽略了赖清德以及赖清德背后的深律台独分子自身在谋独方面的强烈的这种所谓的冲动性 赖清德和蔡英文是不同的,蔡英文对于民进党来讲更多是一个外来活 他是国民党培养起来的所谓的技术官僚,很晚才加入民进党,他在民进党内部是一个只孤鸟 很多深律台独分子是不太看得上蔡英文的,而这些人支持谁,支持的是赖清德 赖清德这个今孙今孙说白了就是嫡气传人嘛,是我千辛万苦我培养起来的 并且这些人在赖清德选前极度的赢任,几乎一言不发 让赖清德能够靠相对比较大的这个所谓的深律基本盘赢了 是想这样的一种隐忍,这样的一种忍耐,他们未来会干什么